和西阿书第一章 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 也是约阿师的儿子以色列王伊罗伯安执政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和西阿 耶和华初次借着和西阿说话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 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 因为这地盛行淫乱 离开了耶和华 于是他就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戈玛 后来他怀了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就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护家 在耶斯列留人血的罪 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 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宫 后来哥马又怀孕 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和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 我绝不赦免他们 但我要连续犹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 他们的神得救 我要拯救他们 并不是靠弓 靠刀 靠兵器 也不是靠战马 靠寄兵 罗路哈玛断奶之后 哥马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我也不是你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的树木 必多如海边的沙 量不尽数不完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活的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要聚集在一起 为自己立一位首领 并离开那地上去 因为耶稣列的日子 必为大日